Tax是一个会计当中特别特殊的一个领域 那么这个领域基本上就是 简单说就像财块里面我们讲座账出表 到了Tax里面一样的座账出表 只是这个时候换了一个base 我们讲从财务会计的base 转到了Tax的base 那么什么意思呢 财务会计是有财块的准则 税务会计有税务的准则 这两个准则不一样 数字就不一样 数字不一样 规则不一样 出现的结果就不一样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讲说 它是会计当中一个比较独立的一个部分 那么它其实跟法律是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 如果你要是对Tax这部分感兴趣呢 你对财务这边呢 你可以不是很不是特别的清楚 不是特别懂也可以 考试本身不影响你考试 你也能考过 但至于说到了下一个阶段 包括财务财块也好 或者Tax也好 下一个阶段 如果涉及到Planning 涉及到计划这个方面以后 那么它一定会对你会计的基本公司 有一个考察的 那么这几方面呢 我们说呢就是会计人员呢 在做的一个事情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最大的一个部分啊 也就是说 其实会计行业最多的从业人员在哪里啊 它既不在会计师事务所 也不在这种做Tax的领域 也不在做审计的领域 其实就是什么 公司内部的会计 这个是占行业整个人数 从业人数最多的一个部分 等于将我会给大家看一个 那个美国劳工部的一个统计的数字 好 那么这个呢 这个数字呢 当然啊 这个数字呢 是啊 那个2016年的啊 那个其实19年跟16年没有差多少啊 那么他呢 我们看啊 这个 那个我们讲 那个这个bookkeeper啊 bookkeeper 包括普通的accountant啊 或者叫auditing clerk 注意啊 这里我没有说 我没有说accountant啊 这里面是bookkeeping 或者叫auditing clerk 或者是accounting clerk啊 也就是说它是什么呢 它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CPA的助手啊 或者CPA的那个帮手啊 那么一般来讲呢 平均工资啊 基本上是4万左右啊 4万左右 然后呢 时薪呢 是19块3毛5啊 大家做一个参考就可以了 然后他的这个 呃 这个job available的数字呢 最近5年呢 成略微的一个 这个就基本上是一个不变置评的一个数字啊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就是这种数字啊 所以呢 快这个行业呢 还是比较稳定的 相对来讲啊 啊 然后呢 这个表格上边呢 那个劳工部也提到了啊 关于这个typical entry level education有什么要求啊 嗯 其实呢 因为很多老板呢 当然希望啊 说希望希望那个将来的 这样的potential的这样的一个 employee呢 希望他们有会计的背景 那其实实际当中呢 我们讲说一般来讲 mid size firm 或者small size firm 如果说你没有accounting background 那么你必须肯定需要有跟 实务操作像配套 相配套的这样的 quickbooks的license 或者是certified bookkeeper的license啊 才有可能去进入到这个行业 不然的话呢 他还真的需要一个会计的一个 至少需要一个accounting的一个major啊 需要一个accounting的undergrad degree 大家清楚吧 好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